大家好 歡迎回來科技新G 繼續和大家更新今個星期的重點科技新聞 去年公佈的數碼布龍玉城手環 終於是香港正式推出 它們的外形和一般的智能手環好似 用Micro USB 充電 可以用來教時間和背景 到底它有什麼功能和如何進化 現在就述線開上視給大家看 我手上的是白色的普通版和螢光黃色的雲碳版 它們本身都已經跟了一張數碼獸的DIM卡 和一張對戰的DIM卡 普通版跟密充獸 而雲碳版就會多一張V仔獸 不過要注意一張DIM卡只可以跟隨一隻手環 各開關在手環的後面 只要戴上手就可以開始玩 手環要靠插入DIM卡才會申請數碼獸 之後官方都會陸續推出其他DIM卡 第一次插入DIM卡 就會自動申請幼年期一的數碼獸 包括任務舞台和戰鬥背景等等的數據 玩家都可以選擇開關音量和刪除數碼獸 因為除了儲存了的數碼獸 還可以召喚另一隻相場 但每隻手環同時只可以儲存兩隻數碼獸 所以玩家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去刪除數碼獸 另外都可以透過NFC連接電話APP 將數據傳到智能電話 在APP裡面都可以下載任務和道具回到手環 至於要令數碼獸成長和進化 主要靠時間、生命值、獎盃數量和勝率 時間主要是一開始至成長期 在這個階段只要等到特定的時間自然就會進化 但成長期之後就要追加到指定的條件才會進化 數碼獸的生命值是指玩家的心跳和運動量 如果我脫下了手環 生命值就會減少 假設如果24小時開著機又沒有帶手環的話 數碼獸還有機會會死 至於獎盃的數量就是要用家餘食每日任務和動量任務 例如揮拳20秒和步行6000步等等 勝率就是要自動對戰或者與朋友對戰 我們實施過用兩條手環模擬與朋友對戰 整個過程都比較麻煩 首先要將手環的數碼獸傳入對戰DEM卡 之後就要將這張卡插入朋友的手環才可以開始對戰 戰鬥完之後還要由對戰DEM卡回收到自己手環 不過幸好這個彩色的戰鬥畫面也挺吸引 可以加分數 至於自動戰鬥就吸引一點 只要將手環擺近汽水機的八達通等NFC裝置 就會自動開始 如果連續輸了三局數碼獸就會死 官方都預告4月份將會開放全球網上對戰 最後提提大家手環如果要充滿電 足足要4個小時 可以玩到1小時和備用18小時 還有就是它們是完全不防水 如果大家做運動就要小心滴濕 華碩的新一代電競電話ROG Phone 5剛剛發佈 香港都開始接受預訂 我們都拿了真機上手試 ROG Phone 5設有6.78吋屏幕 上下都不是鐵邊 平佔比不算很高 機背設有一個標誌燈 可以在設定界面裡面改變顏色和亮度 電競感十足 官方說它有極短的24.3ms觸控延時 今代終於有3.5mm耳機插口 更加來自DAC 機身有兩個12mmx16mm的喇叭 立體感和低音都不錯 大家好 歡迎回來科技新知 配合6000mAh大容量電池 以及原裝65V充電器 詳細的開箱測試 就要看GadgetGuy的報導 根據外媒報導 在美國官員的施壓下 Facebook 決定要撤回 美國加州和香港之間的海底電纜興建申請 這個計劃在2018年 由Facebook和幾個合作夥伴提出 亞洲原先包括香港和台灣兩站 用於提供更大的頻寬連接亞洲市場 不過現時 Facebook很可能會重新規劃電纜系統 另外早前 Facebook和Google母公司 合作興建的太平洋光纖電纜網絡 都計劃放棄原本在香港上岸的方案 改為只是連接台灣和菲律賓 香港多次被放棄的主因 相信是和近年中國對香港政策急轉有關 香港的自主權逐漸喪失 或者令人擔心跨海電纜會被截取數據 除此之外 Facebook最近都傳出旗下的Instagram 將會加入類似Clubhouse的多人語音聊天功能 而且之前Twitter都宣布過 會推出功能類似的Spaces 不知道最終這個語音聊天的市場 會變成怎樣 Clubhouse會不會報Snapchat的口塵呢 眾多知名發料達人在社交媒體透露 Apple的春季發布會將會在3月23日舉行 整合不同消息來源 預計很大機會會發布AirPods 3 自家的藍牙追蹤器AirTask iPad Pro 和Apple TV等等的新產品 另外Samsung也傳出 會在3月17日晚上舉行線上發布會的消息 外媒猜測將會是Galaxy A52 和Galaxy A72 兩款中至中高階定位的智能電話 順帶一提 雖然全球移動通訊大會 MWC仍然打算在6月尾舉行實體展覽 但一些傳統大廠商已經決定不出敵 包括Sony、Lokia、Ericsson等等 看來到時成不成事都還是未知之數 今集的科技新珠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